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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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JustMini的頻道 我就是… 不是的,Mini的Mini 你按進來看這條影片 你也是想養好身體、養好頭髮、皮膚 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 我今天真的有很多好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快快的背景 其實我就是有荷爾蒙失調的問題 我就是有多狼卵潮失調症 有一段時間我脫了很多頭髮 長期看到頭皮的肉 頭髮非常稀疏 而皮膚方面我是有玫瑰座瘡 一堆一堆不同健康的症狀 令到做就了今天的我 就很鑽研不同養生和健康的研究 我不可以很大聲地說 我全部做到足、每天做到最好 我並不是這樣 但我也有很努力去照顧好我自己 在我能力範圍以內 我都會盡量做好 因為我現在真的學會了 和我自己一個健康的關係 即是不要說我曬命還是怎樣 但我已經活了27歲 我終於走走、關彎、轉轉 到現在這個位置 我真的可以很夠僵地說 I love myself 我真的愛我自己 我現在真的想學會怎樣 好好疼我自己 Anyways 好久已經分享了全部背景的故事 今天簡單來說 我是想在家裡最方便最低成本 做一些養生的方法 其實不應該叫它做方法 應該叫它做小習慣 因為持之而行是很重要的 你會看到皮膚、頭髮、身體 以及最重要的是我情緒 我覺得我健康也有改變 看開的觀眾 看不看得出我健康了 和開心了 有沒有一點點 樣子都好像漂亮了 Anyways 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Let's start our day 開始我們今天 以前一起來 就會想泡一杯咖啡 但其實如果這個荷爾蒙不太好 我都不推薦你這樣做 新的習慣 起床是喝五盒茶 有幾個材料我轉一轉 就更加適合我的口味之餘 以及更加容易找到 看起來好像很中藥很濃 好像苦 但其實它不是 它是一個酸酸甜甜的茶 其實它都挺開胃 給我很多朋友喝 他都喜歡 在中醫的角度 黑色的東西是滋陰保神 所以這個可以有藥行氣活血 等等所有不同的good benefit 是非常適合女生喝 以及想養回頭髮喝的 所以一個tips就是 我起床第一件事是喝它 以及吃蛋白質 更加脂肪 非常重要 健康的髮型 來吧 還有紅棗 黑豆 黑芝麻 黑桑芯 其實你把它全部煮完就可以了 焗它也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我想說 我這個不得了 這個是我的朋友 Jan介紹給我的 養工補血湯 我也問了我自己提開的中醫師 我可以怎樣喝 我可以嗎 我的中醫師都說他會馬上餓 就叫我不要加這麼多原肉 一包的材料可以煮幾次 通常我煮的方法都是 飛水地煮了一些豬骨 或者瘦肉 其實是瘦肉 但有一點肉就調味的香 但其實你不加肉都可以 所以我就這樣煮 而且重點是它真的很美味 我有一天好像當它是水 湯仔 不停地喝 我晚上又敷暖水袋 敷著我的子宮 這也是一個good tip 我進取一點 我最後再吃中藥 還有針灸 如果你跟我一樣 之前都是經前後裙症很嚴重 我很推薦你去留意養生 中醫方向 有時晚上吃完飯 口癢我都覺得是挺正常 因為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超級喜歡吃甜品 自從接受了我身體真的不好 是真的要減少糖分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不同的食譜 除了不是對身體不好之外 其實是有益的 我最近研究了一些 就是中式的甜品 我今天這個 是一個椰子紅棗杞子雪耳Dessert 每一口吃都覺得很脂肪 我一滑下去就覺得 哇 皮膚都滑了 我個人比較難的 跟大家分享這個 只是煮它的 recipe 但其實如果你可以燉它 可以燉久一點的話 你應該會更好的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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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1就是浸雪耳 然後就剪細它 有杞子、紅棗、椰奶和椰漿 是這個材料 全部將它加在鍋裡 再加水 然後等它慢慢滾起 這樣就完成了 我會選擇放羅漢果糖 因為我不想它有這麼高的升糖 你喜歡的話 用冰糖也可以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感受 就是沖乾淨的涼 fresh的頭髮 最乾淨的臉 I love this moment 現在大過了 我出來社會做一段時間 還有我獨居在香港 其實我真的超明白 做都市人 是很容易會有這個藉口 我沒有時間 然後就不想去做好護膚 不想去做好養生 I totally get it 但是近這段時間 我都決定要主宰我的人生 這些全部都是我 頭好我需要做好的東西 如果沒有時間的日子 就做少一點 有時間的日子就做多一點 但是一定不可以是你 一定要 take care 自己 最近我用這個 香港本地的護膚品牌子 pretty5 它是完全吻合我最近 非常留意的養生 雖然它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但它全部都是日本製造的clean beauty 它用的成分都是低敏的配方 而且都是純素 它是結合了中藥的成分 再加上西方的科技合成 一些淡淡的花香和草本的味道 我以前經常以為中藥成分 聞起來就像中藥藥味一樣 但它並不是這樣的 是一個很新鮮的味道 它真的完全顛覆了我對中藥成分的護膚品的看法 重點重點重點是它沒有人造的色素 沒有香料和沒有酒精 非常適合敏感的肌膚 我也有跳出來為大家試 我這個玫瑰座瘡幾乎都有一事外想 因為真的很鎮靜到我的皮膚 前陣子我外上了跑步 我覺得非常之減壓很爽和舒服 但是呢 就令到我的皮膚有點過熱 令到我的玫瑰座瘡誘發得非常之厲害 因為長期都很熱 而且我一跑就跑九個字左右 然後我整個臉就變得很紅 而且那時候又很乾 有時候很潮濕 天氣超級不穩定 通常這些撞來撞去的天氣 它真的很容易誘發 它發作的時候 就是臉又癢又乾又有粒粒 是非常之辛苦 每一次它發作的時候 我的情緒都不是特別好 但我現在已經越來越好 遲些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情緒 玫瑰座瘡 tips 但這個題目不是我想說的 但真的經過這個真人實測 雖然我不是一個完美肌膚 perfect glowy 我用了perlify幾個星期 很勤力保濕 而且沒有再刺激它 我的玫瑰座瘡已經平復了很多 因為它的護膚品很容易用 而且有效 真的很適合一些超忙的香港人 包括我 所以今天就好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之容易 快靚正的night time routine Step 1 深層精潔 首先用這個Mount Fuji Claypore Perfecting Treatment Mask 自己主要就是喜歡用在T-Zone的位置 口褲 其實清潔的同時間 可以修復皮膚 抗發炎紅腫 全臉都可以用到 裡面有六款不同的天然礦物 有效清除毛孔裡面的油脂和粉刺 再加上有不同的修復 抗氧化和抗炎成分 溫和清潔 同時間可以修復皮膚 修復5至10分鐘 這段時間最適合是可以放鬆一下 我們現在先洗掉它 現在大概八成乾 然後慢慢用暖水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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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它們用了矩藥做磨砂粒子 所以很溫和不會磨傷 皮膚敏感和暗瘡機都可以用到 可以深層清潔 用完又不會太乾和敏感 T-Zone乾淨了 但是平日的星期用它一至兩次左右 讓皮膚乾淨 就可以幫助護膚品吸收 深層清潔完之後一定要保濕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到保濕這個步驟了 這支含有雙重透明質酸的抗氧化精華 之前有拿過L-Beauty's Empties Award 好像剛才養顏的甜品 裡面最有趣是它有雪耳的成分 平時吃得多 其實雪耳是一個植物界天然的透明質酸 可以滋潤和美顏 還好保濕 採用的透明質酸的分子都很小 很容易吸收到皮膚底層 用完它之後 我不會覺得很快就沒有了補充的水分 最主要是它可以支援皮膚 同時我都很感受到它鎮靜過敏的功效 肌膚屏障用到真的有慢慢抗氧化炎的感覺 感覺少了敏感的情況出現 說得很快 這個就是重頭戲 Hydro Rescue Repairing Night Mask 剛才的精華一樣 都是有雪耳的成分 在睡覺時幫你繼續養顏 同時加入了很多幫助皮膚修復的成分 有Q10 透明質酸 維生素E B12 等等 而當中的黃琴還可以抗氧化 抗氧化的皮膚修復 始終現在都是輕熟類 預防性於治療都對 用它其實是臨睡前最後塗過一層 可以有效睡覺連續8小時 舒緩真正脆弱的皮膚 有效預防皮膚粗糙的現象 睡醒後你會發現皮膚更軟熟了 以及毛孔都細緻了 睡覺都可以做到好膚多忙 也不能再有藉口 其實我除了喜歡用它做霉霜 除了睡眠面膜之外 我都喜歡塗多一點來按摩 夜面膜裡面有些黃色粒粒 其實是植物纖維 塗的時候有些輕輕按摩的感覺 就會令到氧粉更加吸收了 我發現了在我的養生旅程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通淋巴 其實通淋巴除了可以令護膚粉更加吸收 而且真的會令人沒有那麼水腫 敷著睡眠面膜 同時都可以慢慢用它 當它是霉霜底去按摩皮膚 用一個拉提的方法 在下巴這些位置我喜歡多一點 然後再上去頸後面 慢慢轉回去再下頸 在虎紋這個位置我喜歡打一些圈圈 有時打完你的圈圈 都可以這樣按緊 額頭我喜歡這樣推上去 最重要是I feel so good 然後第二天起床我的皮膚非常滑滑滑 超上粉 我的快靜靜Routine之後 現在保濕了 滋潤了 plumplum 舒服了 準備bed time了 這個牌子我都真心推介大家去試 跟我一起啟動這個養生模式 現在我的觀眾就是你們了 如果想Pretty5的網站買 用我的Discount codeMINI85 就會全部的正價產品都有八五折 除此之外還會送出四包隨機不同的SAMPLE 試用妝給你 就可以試到不同的產品 如果你買東西是喜歡上手 感覺一下它的質地 其實你可以在Sephora 或者在Sephora的專櫃 你可以試到Pretty5的產品 當然八五折就要上網站買 但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出街買東西之後 都會上網找最底 這個是不是就是女生購物的心態 我真的就是這樣 我覺得上網購物 我又不用自己拿 又可以有Discount I always do that 尤其是買衣服的時候 對不起 突然來了提天 不過它的產品都蠻好賣 經常都會很斷貨 所以手髮有 手蠻沒有 快點用我的Promo code 可以上去 Check it out Zoom 又算不犯偶線 我臨走之前 都想跟大家share多一個 我最近整天都會臨睡前做的一件事 看了我很久看著我戴的觀眾 之後有一段時間 我脫髮脫得很嚴重 已經不是一件陌生的事 所以這個新的habit 是真的非常之划 又便宜 又不用做那些療程 在家裏自己做到就可以了 但最重要還是要持之而行 每天都去做 做到就最好 當然不是這個星期 其實做到幾次已經很好 我現在用到的這個 就是一個好像梳的頭皮刮沙 我臨睡前 就會用它來按摩我的頭 首先我會順著梳 跟著你的頭梳 最重要是幫助血液循環 而且可以令它睡得好一點 我之前買了這個給我其他朋友 他們用完都覺得很棒 因為我的朋友經常都會頭痛 跟我一樣 用了它之後 我都覺得它有幫助到我睡覺 然後可以打圈圈 在頭皮旁邊 在上面也可以打圈圈 這邊打圈圈 然後我最喜歡 都是這樣順著再梳 不停地做 十至十五下 其實都不用搞那麼多 我有時候會喜歡聽一下一些Podcast 音樂 或者你喜歡看劇 一邊放一些東西 一邊錄一下也好 這樣可以梳一下 真的會覺得你的頭髮 是會健康和堅韌了很多 非常簡單的一個步驟 其實你有沒有頭髮也好 這個對頭皮健康也好 我現在剛剛做完之後 我會感覺到我的頭皮很暖 好像很暖 真的可以了 我今晚就會好好睡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條養生的影片 我都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多一些 我怎樣可以改善我自己的健康 人生 皮膚 頭髮 所有等等的東西 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跟我一樣 都經歷了一個 上升和下降 不同起伏的女生 男生 任何人都好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好的提示 你都想跟我分享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那句 comment like 再share這條片 不爭再 SSS 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我現在去膠主Time Bye